5月22日,49074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西站新柱车站出发,驶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。这是中欧班列西安开行以来,陕西首趟开往南亚国家的货运班列。 这次班列主要的出口物资是原初物资、日用百货、家具和通信器材。我们之所以选择西安作为我们这次班列的始发点,是因为西安在中欧班列的布局中具有它明显的区位优势,而且西安作为中国一个中心位置,我们从华东、华南、华北发货到南亚,西安是必经之地。 所以我们相信随着这趟班列的开通,西安和南亚国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会越来越得到提升。 该班列采取公铁连运的方式,货物经过铁路运输至西藏日喀泽,再转公路运输至吉隆口岸出境,预计8天左右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。 与以往传统汽车和海运运输模式相比,大幅缩减了运输时间,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。 西安至加德满都南亚班列的开行,填补了陕西至南亚不通中欧班列的空白,使陕西融入了南亚经贸走廊的物流主动脉,初步形成了陕西面向南亚国家的通道,进一步促进陕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。 中西部地区的化工、机械制造、能源、特色轻工、材料、装备制造等产业将会通过高效快捷的中欧班列进入尼泊尔,不仅带动自身产业聚集,更将进一步激发中尼两国的经贸合作活力。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条通道把中国货物进一步推向南亚市场的同时,也吸引南亚地区的物资来进口到中国,形成一个双向的互动和往来。 目前,中欧班列西安已开行四条亚洲线路,覆盖中亚、西亚、南亚地区,进一步形成了效率高、成本低、服务优,覆盖广的中欧班列货运国际贸易通道。